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上的是经济学的课程 今天我们要教授的单元是技术效用分析 那么在之前面的之前的几个单元里面 我们跟各位同学介绍了何谓需求何谓供给 也介绍了供需弹性 那么接下来这第七个单元跟第八个单元呢 主要谈论的是消费者理论 探讨消费者理论行为当中 我们有两种分析方法 第一个是我们这个单元 所要教导各位的技术效用分析 以及第八个单元序列效用分析 那么我们首先就先来说明何谓技术效用分析 我们选取目标有两个 第一个我们要先定义什么是总效用 以及边际效用 当然在定义总效用跟边际效用之前呢 我们会先跟各位同学定义 什么叫做技术效用分析法 第二个目标呢 我们要跟各位同学解释 消费者在进行消费选择的时候 所面临到的预算限制是什么 我们的学习方法 第一个我们希望各位在聆听这个单元之前 能够先做好课前预习的工作 那么在聆听课程的过程当中呢 也能够专心的听讲 把老师所强调的一些重点把它记录下来 回去之后呢 再把它整理成笔记 当然最重要的 我们希望各位能够将我们所 将老师所传达给你们的这些内容呢 能够搭配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实际例子 能够来相互搭配之后 我相信各位同学对于这个单元的学习 会很有帮助 而且能够学习得很愉快 我们的课程大纲有四个 第一个 我们要定义总效用与编辑效用 第二个 我们要介绍 什么是编辑效用地减法则 第三个 我们要说明 什么是购买力 以及消费者所面临到的预算限制是什么 第四个 我们要介绍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叫做等兵器效用原则 我们要从这样一个等兵器效用原则当中 去推导出 效用最大化的 这个消费组合 首先 在定义什么是技术效用分析方法之前呢 我们要先来说明 效用 效用是什么 效用其实就是一种 满足感 各位都知道 我们在进行任何的消费的时候 消费者为什么会去做这一个消费行为 其实他希望从消费当中获得满足感 也就是我们在投影片上面所说的 快乐程度的高低 所以 效用 是一种衡量 满足感 快乐程度 或是简单来说 舒服程度的一个指标 所以接下来 我们就必须要定义 什么是技术效用 在接触的投影片里面 我们会跟各位介绍 什么是编辑效用 那么技术效用又称之为编辑效用分析方法 他说是赋予满足程度一定的单位 并能对不同的满足程度进行倍数比较的效用概念 那换句话说 在技术效用分析方法里面 我们能够给不同的满足程度 我们去消费一个东西 我们可以给这一个满足程度呢 给它一个数值 所以各位到这个地方 各位一定要知道 技术效用 这样的一个分析方法呢 它能够给效用一个特定的数值 也就是说 我们消费一个产品 消费两个产品 消费三个产品 数量不同的时候 那个效用是可以用数字来表示的 好 也因此 我们接着就跟各位同学说明 总效用 好 总效用叫做Total Utility 我们给它一个代号叫做TU TU表示总效用 那各位看总效用的定义 消费者 消费一定数量的商品 所得到的满足程度的总和 回到我们刚刚所说的 技术效用 是能够给效用一个特定的数值 随着我们消费数量的不同 我们得到的效用的总和 也就会不一样 好 这个叫做总效用 那待会呢 我们会有一个实际的表格 让各位能够更清楚的了解 编辑效用 叫做Marginal Utilities 我们给它一个代号叫做MU 这些都是在经济学上面通用的代号 请各位同学 务必能够把它记下来 编辑效用是什么 表示消费者 每额外增加一单位商品的消费 所引起的总效用的变动量 再讲一次 编辑效用是 消费者每额外增加一单位商品的消费 所引起的总效用的变动量 那它用数学符号来表达的时候就是这个 就是我们投影片上所说的 这一个是消费数量的变动量 到底能够造成多少总效用的变动量 两者之间的笔值叫做编辑效用 好 那另外呢 我们就用中文的文字呢 再来做一次诠释 好 编辑效用等于什么 消费数量变动量分之总效用的变动量 接着呢 我们先看一下下面这一张表的例子 我们回过头来 再来说明什么叫做编辑效用递减法则 各位看这个地方 这一个是我们举一个说 小胖他喜欢吃汤包 所以他每个月固定会去消费汤包的一个例子 好 比如说各位看 当他每个月只消费一笼汤包的时候 他的总效用是19 那编辑效用不是说 每额外增加一单位商品的消费 总效用的变动量吗 那原本的消费数量是0 总效用是0 因为没有任何消费 所以没有任何的满足程度 所以当我们额外增加一单位商品的消费的时候 总效用不是变动19吗 所以编辑效用是这样子来的 那接着呢 他消费两单位的时候呢 他的总效用是37 所以他的变动量是多少 从19变动到37变动了多少 变动了18个单位 这就是编辑效用 那么以此类推 那各位看看 各位看到第9个单位的时候 每额外增加一单位商品的消费 总效用的变动量 现在这个数量的变动量是1 对不对 总效用的变动量呢 从135变动到145 所以是10 各位有没有看到在这张表当中啊 呈现一个现象 也就是什么 编辑效用是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从19、18、17、16 一次的递减 各位 这就是等一下我们要回过头去讲说 编辑效用递减法则 我先用一个浅显的一个想法 跟各位说明 这一个递减法则 各位想想看 今天你喜欢一件东西 比如说好 夏天 夏天的时候 天气热 我们喜欢喝汽水或是喝饮料 比如说 一开始 到了第一杯汽水给你喝 哇 心旷神移 所以总效用很高 这一杯汽水带给你的总效用很高 然后呢 继续我们继续到第二杯 到第三杯 到第四杯 到第五杯给你的时候 你还是很舒服 所以你的总效用会不断的提高 各位看这个地方 总效用是不断的提高的 总效用是不断的提高的 可是呢 各位想想看 汽水是一个有气的东西 随着消费数量越来越多 这一杯汽水 每额外多增加一杯汽水的消费量 也就是你喝了 多喝这一杯汽水 因为你的肚子越来越胀 其实你会怎么样 你会越来越不舒服的 所以 这一杯 额外多喝这一杯汽水 带给你那个总效用的增加量 其实会怎么样 其实会越来越小 不像第一杯带给你的总效用 哇 喝下去 心旷的神移 所以总效用 增加了很多 所以编辑效用很大 随着你喝的数量越来越多的时候 其实 你的总效用的增加会越来越小 这个东西就叫做编辑效用 递减法则 所以各位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地方 什么叫做编辑效用递减法则呢 各位看 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期间之内 消费者对某个商品的消费 随着消费数量越来越多 总效用虽然会提高 总效用虽然会提高 可是编辑效用却会越来越小 这就是我们刚刚用那个例子说明的 汽水 你每多喝一杯汽水 你的效用会不断的提高 但是呢 这一杯额外多增加一杯汽水的消费呢 带给你总效用的增加会怎么样 会越来越小 这个叫做编辑效用会越来越小 所以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现象 称之为编辑效用递减法则 这一个编辑效用递减法则 各位回去呢 可以多想一些生活账的例子 你喜欢什么东西 你去消费它的时候 一开始它带给你很大的效用的增加 但随着消费数量越来越多 这一件事情 你每多消费一件产品 这样的事情带给你的总效用 其实会越来越小 这个叫做编辑效用递减法则 那么我们从上面这张表呢 我们把它描绘出来 就可以得到总效用曲线 各位在上面的这一张表格里面呢 这个叫做总效用曲线 它随着你的消费数量越来越多 你的总效用会不断提高 可是各位看 编辑效用呢 在一开始的时候 刚开始消费的时候 夏天在外面运动 喝到第一杯汽水的时候 那个总效用的增加量那么大 但随着你越喝越多 越喝越多 这一杯汽水带给你的消费的增加 就会越来越小 所以编辑效用会依序的 随着消费数量越来越多 而逐渐的往下 这个是配合前面那一张表格 所画出来的图形 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购买力 购买力的定义 如同我们在投影评上所说的 在一定的商品价格之下 一笔固定的货币所得 所能够购买到的商品数量 简单来讲 商品价格固定的话 假设你的所得1000元 这个产品是100块 那你能够购买什么 你就是代表你能够购买到 10个商品的数量 这个东西叫购买力 如果今天假设条件改变了 商品价格变便宜了 原本是100块 现在变成80块 可是你的所得还是1000块的话 那你能够什么 你能够购买到的商品数量 就不是原先的10个 就变成十几个了 这就是表示你购买力的增加 会随着价格 或是你所得的变化的不同 你的购买力会呈现不同 那么其实延续这样的概念 我们要跟各位同学讲的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在做选择的时候 我们去购买产品的时候 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 会受到两个限制 一个是什么 我们所得的多寡 我们所得的多寡 就刚刚我们讲过 你的所得的改变 你的购买力会跟着改变 那么 回到一开始我们说 我们这个单元谈的是 我们要去透过这一个 技术效用分析方法去找出 消费者最适的消费组合 所以呢 我们希望说 能够在有限的所得之下 去追求效用的极大化 希望让我们的消费呢 能够达到最大的满足感 所以 往后的分析 我们就是根据这两个限制 在有限的所得之下 我们去追求 能够让我们满足感最高的 这样的一个消费组合 这才是我们这个单元 进行这个技术效用分析的讨论 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这张投影片是一个 预算限制的概念 各位想想看 假设 我们在经济学当中 有很多的假设 我们假设说 一个人 他在有限的所得之下 他只假设 只消费两种商品 这样的概念 我们在很多的单元里面 都跟各位不断的重复 也就是说 我们为了要帮助 各位能够对经济理论 能够有所了解 我们都会假设 经济社会 就是只有两类产品的情况下 那我们才有办法 再透过图形的方式 来跟各位分析 来说明 所以我们只假设 经济社会只消费两种商品 那各位看 这一个预算限制的意思就是说 这是X产品的价格 乘上呢 我们所购买的数量 加上Y产品的价格 乘上 我们所购买的数量 一定要小于 或是等于我们的所得 简单举例 比如说第一种产品是100块 乘上我们所购买的数量 再加上 假设第二种产品是200块 乘上我们所购买的数量 我们一定要小于等于 假设我们的所得是1000块的话 我们最多最多只能消费到什么 刚好1000块 超过 假设是超过1000块的话 那就表示什么 表示那一个消费组合 是我们买不起的嘛 所以 这样的小于等于 这样的一个符号呢 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明说 在这样一个范围里面 是我们可以买得起的组合 接下来各位看 我们用实际的例子跟各位说明 好 他说假设小胖的消费预算 所得是2000块 汤包每一笼是100元 我们假设汤包是 如同前面的那个例子是 X产品 电影呢 是Y产品 票价是200块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可能的消费组合 有可能是哪些呢 我们先把它的预算限制 把它写下来 汤包的价格是 100 乘上我们的消费数量 再加上 电影的票价是200 乘上我们的 消费数量 一定要什么 小于 等于 2000块 各位看在这张表当中的例子啊 这个是什么 他把所有的钱拿去看电影 所以他能够看 这个X等于0 带进来是0 200乘以10等于2000 总支出2000 依此类推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钱 拿去买汤包的话 我们可以买20笼汤包 因为刚好 100乘以20 刚好是2000 好 各位看啊 这些点 就是我们 可以买得起的组合 也就是可能消费组合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 如果 汤包的消费是0 电影的消费数量是12 请问总支出是多少 是不是 200乘以12是2000 请问 如果你是一个消费者 你能够做这样的一个消费组合吗 因为你的所得是2000哦 那各位同学可能会觉得很有趣的是说 2000是 没关系啊 超过了400块 我们可以刷卡 或者是预借现金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我们在经济学的讨论啊 就一定要秉除这些说法 因为如果说 我们可以用预借现金 或是用刷卡的方式的话 很多的讨论就没办法进行 好 所以 这是一个 用一个例子来跟各位说明 好 我们的购买率是多少 然后 我们的预算限制是多少 所以 在100乘上X加200Y 要小于等于2000块 好 小于等于2000块 就是我们的 那个消费组合 也就是我们的预算组合 在这样一个预算组合里面 是我们能够买得起的 超过了这个2000块之后 就是我们买不起的消费组合 好 各位同学 这一张图呢 就是根据呢 我们刚刚所看的这张表 好 假设你的所得是2000块 你把全部的钱 全部去看电影的话 你可以看十部电影 另外的呢 如果呢 你把所有的钱 拿去买汤包的话 你可以买20笼汤包 那 有这两个点之后 过去我们学过点 线面 两个点 可以决定一条直线 也因为这样的点呢 我们把它描绘在这个图形上面呢 就有这两个点 好 这两个点连线起来呢 就可以得到小胖的预算限制线 那么 在这个三角形里面呢 这就是我们的预算集合 在这个集合里面呢 任何的消费组合呢 都是我们能够买得起的组合 那比如说有一个点在这里 超过了我们的预算所得的范围呢 这就表示在有限的所得之下 那我们所没有办法买得起的组合 这一条预算限制线呢 主要就是要跟各位同学说明 在这一条线上 以及这个线以内呢 是我们能够买得起的 超过这条线呢 在我们的有限的所得之内呢 就是买不起的组合 好 接下来 我们要跟各位同学介绍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 叫做等边际销用原则 好 各位同学这个地方 请各位同学务必留意 就是我们要透过这样的一个 等边际销用原则 去找出最适的消费者组合 回想一下刚刚我们那张表 还有那个图形 我们假设呢 这一个人他只消费什么 只消费两种商品 一种商品是电影 一种商品是汤包 好 回想刚刚的例子 那各位看 等边际销用原则 它的定义是这样子 如果我们把最后一块钱 花在汤包上面 所获得的边际销用 等于我们把最后一块钱 花在电影的消费上面 所获得的边际销用 两者之间相等的时候 这个时候消费者的总效用达到最大 那我们的目的呢 也就是我们的目标 就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 等边际销用原则 找出这一个消费者 他最适的 最好的消费者组合 也就是透过这一个最适的消费者组合 能够让我们的总效用达到极大 所以各位同学 务必把这一个等边际销用原则 这个式子 把它记下来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来证明 我们用一个反证的方法 来证明给各位看 各位看接下来的投影片 好各位同学 接下来呢 我们就用反证法 来证明 等边际销用原则 为什么刚好会出现在 你花一块钱在X商品上面 所获得的边际销用 等于你花一块钱 在Y商品上面所获得的边际销用 在这个地方 我们假设X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汤包 Y呢 就是我们的电影 各位想想看 如果今天我们花一块钱 在汤包上面所获得的边际销用 大过于 你花一块钱 在电影上面的消费 所获得的边际销用的时候 请问你 如果是大鱼的时候 我们希望通过等边际销用原则 来找出最适的消费者组合 如果今天出现的是 这样的一个不等适 既然我们花一块钱 在汤包上面 所获得的边际销用 大过于 在电影上面消费 所获得的边际销用的话 那想当然而 我一定会增加 对汤包的消费 然后减少对Y的消费 因为这样子 能够让我们的总销用提高 接着 我们再来看 第二个不等式 如果今天我们花一块钱 在X商品上面 所获得的边际销用 小于我们花一块钱 在Y商品上面 所获得的边际销用的话 那各位想想看 很简单的道理 你多消费Y 是不是能够让你的总销用提高 让你的满足程度提高 那所以我们会增加 对Y的消费 那 进而呢 减少对X的消费 因为这样子 能够让你的总销用提高 所以 唯有当 你花一块钱 在X商品上面所获得的边际销用 等于你花一块钱 在Y商品上面 所获得的边际销用 两者相等的时候 这个时候 才是总效用达到最大的时候 也就是 我们在讲 这个等边际销用原则里面呢 我们希望说 透过这个等边际销用原则 找出 这个消费者 它最适的消费者组合 然后呢 能够让它的总效用达到最大 我们用这张表格 让各位同学了解 什么叫做等边际销用原则 我们说 这一个是 我们花一块钱 在汤包上面所获得的边际销用 这个是我们花一块钱 在电影上面所获得的边际销用 我们说 两者要相等的时候 才是总效用最大的地方 那各位 我们从这张表中去找找看 哪一个地方 刚好这 两个数值是相等的呢 各位看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 刚好这两个数值是相等的 也就是说 当我们消费 十个汤包 以及五场电影的时候 可以让 这两个的边际销用相等 而且这个时候 各位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 从汤包 以及电影上面 所得到的总效用 是不是 最大呢 各位可以从这张表看到 有没有 刚好他们所得到的总效用是 285单位 有没有 那你看 在这以上的时候 在这一个 十个汤包 五部电影以上 是不是都是出现一个现象 叫做什么 叫做 这一个市值 花一块钱 在汤包上面 所获得的边际销用 大过你花一块钱 在电影上面 所获得的边际销用 所以怎么样 我们会增加 有没有 各位看到 我们会增加 汤包的消费 因为这样子可以让我们 总效用增加 那呢 其次呢 我们会怎么样 我们会减少 电影的消费 这就是我们刚刚在前面 一张投影片所说的 这样的一个推导的方式 那各位看 在这一个 十个汤包 五部电影以下呢 它出现的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不等式 也就是我们花这一块钱 在电影上面 所获得边际销用 大过于 我们花最后一块钱 在汤包上面 所获得边际销用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 我们会怎么样 增加电影的消费 然后呢 各位看这个箭头 我们会减少汤包的消费 目的是什么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消费方式 能够让总效用最大 所以唯一的 能够让总效用达到最大的地方 就是刚好 这两者之间的边际销用相等的时候 这两者之间的边际销用相等的时候 才是总效用达到最大的时候 这个部分我们请各位同学回去呢 再根据这张表 再仔细地把它看清楚 然后呢 把这一个等倍机效用原则 把它记下来 在这个单元 我们从一开始 就跟各位说明 技术效用的分析方法 它能够给效用一个特定的数值 当随着我们 某一个 对某一个商品的消费数量 越来越多的时候 其实总效用是增加的 但是我们在这个单元也提到了 边际效用的概念 边际效用会随着我们消费数量 越来越多 那个数值呢 会呈现一个递减的现象 那我们也进一步推讨出来 边际效用地减法则 我们也跟各位同学介绍了 在我们有限的所得之下 我们所能够购买起的消费者组合 构成了我们的预算线 那最后呢 我们也跟各位提到了 这个等边际效用原则 这个等边际效用原则 根据这个等边际效用原则呢 可以帮助我们找出 消费者最适的消费者组合 那么这个 特别是在等边际效用原则的部分 我们希望各位同学能够回去多多的复习 希望各位同学在这个单元能够学习的 非常的顺利 感谢观看